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回到中天新闻 紧接着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在今天晚间呢 各地都是人潮挤爆了 那么信义捷运开通之后 尤其是让台北市的永康商圈呢 在今晚的人潮更是爆满 很多的知名美食 甚至还得要排队长达一个小时以上 最新的情形还有画面 我们连线给记者林一杰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台北市的永康街商圈 那今年呢 因为信义捷运先开通 那捷运的东门站就直达永康街的这个街口 所以说呢 捷运再来一波波的人潮 那我们可以看到永康街商圈 这边呢 知名的小笼包店外呢 已经是几抱 那要等一个位置呢 甚至要等超过一个小时 那这附近的商圈呢 商家就有观察说 今年的人真的是特别多 我们来听一看稍早的访问 今年的人潮的话 可能会比往年还要多的三倍至四倍 现在已经有看得出来 对对对对 你说 因为往年这个时间的难度 还没那么多 还差不多 差不多现在的一半吧 可是现在 这个时间已经这么多人了 所以说 11点那时候的盛况一定是更多 好的 那现在其实呢 距离2013年 倒数就是最后这几个小时 那永康街这边呢 今年呢 因为有捷运信义先开通 所以成为新的跨年的腹地 也是跨年的热门景点 那在这个信义路上呢 又看到101烟火 而且呢 这边的商圈的店家呢 今年集结起来呢 准备要推出摩采 就是送美食的促销活动 就是要抢转这一波的跨年商机 以上是现场最新的状况 那稍后呢 可能会有最新的情形 再为您做查报报道 时间再换给朋友们的主播 好 我们谢谢记者01集